智慧理财私人管家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密封财富要闻 今天是2021年7月29日 二股盘前 美股盘后 今天的助理分析师团队有 David Zoe和Jack 今日要闻包括两大部分 市场快讯以及行情扫描 首先我们来看重点关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基准利率 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 并表示尽管人们担心疫情蔓延 但美国经济仍在继续进步 在通胀和就业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是美联储收紧政策之前设定的基准 收紧政策将意味着放缓 并最终停止月度债券购买 并最终提高利率 Fed将宣布将利率维持在 0%至0.25%的范围内 Fed在就业和通照目标方面 以取得进展的说法 被视为政策可能将发生变化 在鲍威尔德讲话中 道琼斯指数下跌 但SP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下面是市场快讯 新闻来源于CNBC以及 Wall Street Journal Robinhood的IPO政策是交易客户的忠诚度 拥有2250万用户的Robinhood 将向其用户出售IPO股份的35% 第二则 波音公司通过国防和喷气客机销售获利 波音公司的6月季度利润为5.67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则亏损24亿美元 第三则 在第二季度意外获利后 福特上调2021年的展望 该公司称 预计今年上半年到下半年 销量将增长 增长约30% 第四则 辉瑞第二季度销售78亿美元的COVID疫苗 提高2021年疫苗销售指导 并称人们将需要第三剂疫苗 以保持对病毒的高度保护 2021年销售额预测 从260亿美元上调至335亿美元 三则来源于Netwells 以及Morningstar的新闻 Facebook广告业务有望再创佳季 Facebook收入预计较上年同期增长49% 达到278.5亿美元 利润预计增长69%至87.6亿美元 伦敦法院回顾并恢复巴西对矿业巨头 闭合闭拓的94.3亿美元大坝诉讼 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 共同拥有的一座大坝在2015年倒塌 破坏了村庄并造成19人死亡 第三则 ACCC扩大对婴儿配方奶粉广告的禁令 对幼儿奶制品表示担忧 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说法 这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的母乳未养率 三则来源于Morningstar的新闻 Sunfire Resources提供2021年6月季度报告 本季度的加工矿石吨数为 375298吨符合预期 第二则 RMS提供2021年6月季度报告 和2022年财年指导 截至至2021年6月底 远期黄金销售包括了20.6万盎司黄金 平均价格为2335澳元每盎司 第三则 CSR宣布出售霍斯利公元的最后12.4公斤土地 此次出售行为总收益为1.24亿澳元 接下来是我们的市场扫描部分 首先来看美国股市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首于14762点 涨幅为0.7%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34931点 跌幅为0.36% 下面是汇市部分 澳元兑美元0.7375 一天涨幅为0.2133% 澳元兑人民币4.7835 跌幅为0.15% 美元兑人民币6.4908 跌幅为0.31% 大宗商品市场 金价最新价格为1807美元 一天涨幅为0.42% 铁矿石最新价格 199美元 涨幅为1.09% 布伦特原油价格 74.48美元 跌幅为0.03% 下面是区块链商品市场 比特币最新价格为 54,431澳元每每 24小时涨幅为4.27% 当前市值为10,216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为544亿澳元 以太坊最新价格为3,127澳元每每 24小时涨幅为1.55% 当前市值为3,659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为266亿澳元 USDT 最新价格为1.36澳元每每 24小时跌幅为0.67% 当前市值为838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为891亿澳元 以下是今天所有信息的新闻来源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